欢迎光临 大家好 我是马鞭 今天给你们带来新的作品 特斯拉Model 3 LL 这辆6米多长的Model 3 哪怕是放在家常特工车满地跑的中国 看上去也有一些怪异 但是在国外 类似的车并不稀奇 这是那个只有左转的赛车比赛 纳斯卡 它的载道出租车 这个是可以让你体验F1般感觉的出租车 但是如果你想在国内的载道体验 速度与激情 那么你得有台快车 所以为了让更多的朋友 能够体验到速度带来的快乐 我们花了近十个月的时间 精心设计 仔细施工 反复测试 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赛道出租车 我们改造这辆Model 3的时间可能有些太久了 以至于它现在亮相就已经变成了老款 不过我们可以保证的是它不会在赛道里变成两台车 选用Model 3 Performance 而没有选用中国品牌的性能车 原因其实很简单 它在快的前提下是最便宜的 目前二手车的行情18-9万 你就可以买到这台加速三秒多的性能车 我们希望它能够继承重庆黄色法拉类的快捷 刺激 成本低廉的基因 所以给它设计了一套黄色的竞速拉花 开这辆车跑直线 你会发现它跟普通的车没有什么区别 直到它开始变道 三排乘客行驶在三条不同的车道的时候 那种感觉非常奇妙 介于这是这台Model 3 LL的第一次亮相 我们也有必要来测试一下 它到底是不是还那么快 6米多长的Model 3 Performance 应该还会很快吧 就不知道会不会断 5、2、1、2、3、4、1、2、1 老板 白死这么快 哇 哥哥掉了 4秒35 比原厂的要慢了1秒将近 但是是不是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比 这个车还快的6米以上的车了 不过无论如何一个可以开的 有方向盘的过山车好像已经做出来了是吗 好了 那个实验成功 我得让大家来体验一下 分享一下我的快乐 乘客们大家好 欢迎乘坐本公司出租车 请进行安全带 你们准备好了吗 看大家非常开心呀 走 为了保证它的操控 这台车其实只加上了1米4 所以总长只有6米1 大概和一台售价千万能够8和62s 来我们的摩托赛 LL更快而且快乐 哇 好 开始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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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金的气 我们不只是快 其实我们还很灵活 算上增加部分和先到车顶 这台车只增加了280多公斤 冻死我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继比利V宽体零度 黄金切尔系之后的全新的作品 不过它跟它的前辈有一些区别 它真的是有可能会在赛道日 带你们体验赛道的赛道出租车 这个车今天测试完 我们会进行最后的调试 调试完以后 关注我们的动态 有可能我就会在某一个时候发布 它什么时候来赛道 你们可以怎么样报名来体验 还有一个就是赛道版的涂装 是这一季度的 下一个季度我们可能会换一个别的样子 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端午节的时候 我们搞一个龙舟对不对 看起来就很像一个龙舟 观众朋友们要是有不错的想法 可以提出来对吧 如果这个点子非常棒 被我们采纳 下次我们拍节目可能会叫上你 好了 这就是2023我们的作业 2024我们再见 拜拜 好吧 满足大家 刚才一个编导说 没有见过这么长的车绕桩 所以我们表演一次 我们这可是原厂车 它那个一会儿轮子就掉了 我就 Hah 你声编 咋绕吧 我感觉我开了个碉堡在路上横着 podr今导ückt Duas 我开的是长城 是啥玩意啊 中卷鸭了